正平等乃人权即时 榴莲FM 我是颜备杀 好了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现场了 我们刚才是聊到了国际上的事情 咱们有一件事情 正好是咱们新年期间 值得关注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中国 虽然他们的年假已经结束了 一些地方的一些习俗 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 这些习俗 还是让一些人感觉到 什么年代了有点不太适应了 比如说在中国一些地区的习俗 包括了初五的夜晚 不能够放鞭炮了 包括出嫁的女儿了 不能回娘家了 在过年的那个晚上 除夕不能回娘家了等等的 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大年初五的子夜的时候 也就是凌晨十二十左右的时间 那么在山西省有一个乡民 他在刚刚入睡的时候 就被一连串的炮煮声音 给吵醒了 一想就是几十分钟 结果他就说 你看正月初五 破五的这个日子 当地的习俗是在黎明的时候 放鞭炮 来送穷鬼 赢财神 可是什么时候 曾几何时 变到这个初五的午夜 也开始有人放炮了 这让人也没办法睡觉 就是说他给你改了 你的习俗 人家不跟了 小孩子也好 或者是从城里回来的人 他已经不懂了 就半夜放炮 他搞不清楚 这黎明和这个子时是什么概念 反正如果大家都这样子做的话 他久而久之间也会被一种习俗 就变成这种习俗 尤其是中国那么多村 有些村的习俗还真的很怪的 有些就是 听起来你就觉得 怎么这样 你只可以跟隔壁村的结婚 隔壁村就只可以跟这里村结婚 又有这种怪习俗的 是 还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女士 她春节就回到了 她山西省 近城市的娘家 打算就陪自己老母过一个年 可是临到了年底 那她母亲敲敲着跟她说 她说 哎呀 闺女啊 你这嫁出去的女人 这是除夕夜 你不能够待在娘家里面 结果她没办法 她就只好呢 到了娘家门口 也不进家门 就转去她的朋友家 借宿一个晚上 就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除夕 这张女士说 她母亲并不是不想让她回家过年 只是当地的传统习俗认为呢 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呢 会把娘家的才气 给带走的 对对对 这个听过 听过吧 听过 所以说这个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 那心中难免呢 是有这样一些的顾虑 这不需要这样 你在马来西亚 你找一下华人 普遍上的华人 到现在去访问一下 到底有一些 哪一些他们认为的习俗 因为你会出现蛮多 蛮多种版本的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 有时听起来 你就觉得 哎 这怎么回事 一个说要吃这样 一个说不能不能吃这些 对 年初一要吃 有些要年初二吃 有些要中午 开年饭后吃 有些要开年饭前吃 你听起来 你觉得 他在干嘛 大家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也不需要去到 看到中国的那些怪年书 其实我们这些访问一下 你会觉得 有些也挺有趣的 对 好了 这个中国在今的新的一年里面 最引人关注的 当然是这个反腐 这习近平 这是上台之后 大力推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反腐败 这反腐败呢 就造成了 在中国的好多的行业不景气 这个被中国政府 列为这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娃娃鱼 曾经是这个官员宴席上面的高档菜 但是受到反腐 影响的这个广东省的这个官员 就是吃娃娃鱼 就是被安排 这件事情呢 影响很大 现在这个娃娃鱼呀 是大跌价 从三年前呢 每半公斤是1200元人民币 跌落到现在呢 就只有280元人民币了 这些养殖户呢 就太难过关了 马来西亚一个忘不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 这是贪官的损失 还是人民的损失 这些问题 针对这种贪腐 感受最深切的 就是马来西亚人的损失 尤其是 做业务的 对对 业窝的 之前反腐也是 业窝也是首当其冲的嘛 对 就送礼不能 大家就少吃业窝 那所以咱们这个养业 养业工作者 养业的 养业户 咱们应该到中国大使馆 前面拉布条 对 对 拉布条 你反什么斧 反到我们的燕窝都没人 没人买了 对对 可是其实中国的人太多 你就算官不吃了 民间吃 还是很了不起 也是了不起 那个量还是很大 只要一个 一个百分比 人在吃 就可以吃完 我看就可以吃完 马来西亚所有的燕窝 就是 就能把马来西亚人给养起来 对 这个 这个 娃娃鱼以跌价 这是 很多 很多 这个奢侈品 都在叠价当中 包括烟 酒 之类的 这些东西 对对 所以 中国这个 这个新年期间 一结束之后 就来到三月份 三月份是铁定了 中国每 一年的三月份 都会 召开两会 一个就是 中央 这个委员会 全会 一个是 这个 什么 这个 全国政协 还是人大 这个两会 那么这个中纪委 在这个05年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呢 在春节之后呢 将会全面展开 重点呢 是26家大型的这个央企 除了这个中石油 中石化等 有一大批的官员 跟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落马 这个涉案 有点关系 这次中纪委的巡视对象呢 还包括了这个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公司 结果呢 这些公司呢 就创造的是谁呢 就是前总理李鹏的这个家族了 跟反腐看起来实际上 好像也没太大的关系哦 有人说是好像是那个打击阵敌 的关系看起来比较大 不过据说啊 最近李鹏的家族 有好多这个不利的消息传出来了 这个国际媒体的曝露了 就是说汇丰银行的涉嫌 协助大量的达官贵人 这个巨额逃税的丑闻里面呢 在名单当中呢 也包括了李小林 这个刘志源夫妇 那么他们的名字也在上面 所以呢 这个还有李鹏的儿子 就是李小鹏 他是这个目前山西省的省长 他早前呢 就是宣布了 这个领导省人民政府的全面工作 不再分管这个省监察厅和这个审计厅的国资委 这些非常有实权的这个部门 已经不允许他管理了 看了这个你就可以开始幻想一下 中国以前一直以来是怎么是怎么清算这些不听话的 你可以 我们一直在这么认为啊 就是说习近平呢 就是他上来 以反腐为一个理由 或者为一个借口 去清理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异己分子 我们总是如果总是觉得有阴谋论的人 总会这样觉得 总会这样觉得 比较精彩嘛 但是不论怎么讲习近平的这种反腐风暴啊 还是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 对对你去跟中国的朋友聊天一下 你会觉得习近平这次做这样做好啊 对啊 对对对 每个人都这么讲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抓对人的话也对啊 虽然因为他看到这些大老虎纷纷的落马了吧 这个官场的风声也非常的紧啊 那这些高高层这些腐败的这个官员呢 就哎就开始觉得 这个习近平啊到底想干什么呀 就想用些炸弹的枪啊来暗杀他 据说习近平好几次就要险遭暗杀了 都化险为意了 所以这中央呢 就继续要展开这个反腐 手不手软 但是呢 据说呢 这个主要想暗杀习近平呢 那是周永康和他的党员 至少两次想要暗杀他 一次是在会议室 放置了这个定时炸弹 另外一次呢 是趁习近平在这个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啊 企图是打毒针 对不过我可以觉得 这个就是大家很难想象像我们马来西亚人 很难想象 其实中国的这个中央的权力的斗争 是远比我们这些小国 想象来的更加激烈 更加精彩 而且更加的这个什么暗流汹涌 你没办法 他完全不在台面上面 他也不会像马来西亚这马哈迪对的那集公开喊话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 而且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水母门之变 或者是那个诸久诸这种事情啊 其实是还隐隐约约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影子 骨子里还是可能会上瘾的 是吧 对 所以呢 这个最近这些月来 这些月份来 对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各种传说 就是不断的流露出来 有人说这个有一个江之新军曝光之后呢 又有香港媒体最近又爆料说这个习近平身边有一支影子队伍 就是说身边有一些或重用的七个谋士 这个在中国古代啊 一直以来都有吧 都有 都有 暗杀部队啦 影子啦 还有干嘛的 还有分身啊 这些替身啊 不过不过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谋士啊 对谋士的这个说法啊 他是会声会色的 这里把他这七个谋士的人是谁都给举出来 真的精彩 他说这个中央政治局研究室的主任王沪宁 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肃战书 还有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中办副主任兼这个办兼习 就是习近平啊 习办的这个主任丁薛祥 中央军委办公室厅的这个副主任兼经委 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一廷 以及这个福建省省委宣传部长李书磊 这几个人七个人 这是习近平的这个谋士 我最觉得这也不出奇啊 因为这个策略小组啊 或者是那个幕僚啊 在即使在任何的国家的那个政治人物都会有的 他自己的时刻嘛 嗯 差不多就这样 对 所以这个据说啊 这个之江新军和影子部队的出现呢 显示中国政坛的习家军已经正式成行了 北京的高层呢 对这点呢 也不会言 但就有的一些派系啊 在各地的系统里面 常年的耕耘 相关的人士呢 非常的多 习家军能不能取代这个 呃 永恒的中国政坛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江派 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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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呃 在胡锦涛没有办法成为一派 十几年 十几年就真的不长 十几年 十几年是不长 你要跟老毛比起来不长 对对 对吧 你跟老邓比起来也不算太长 很多的 但是其实很多国家来讲是相当相当长 因为呃 这个江派是八九年上来的嘛 八九年他退下去的时候应该是呃 九 九几年呢 要要大概是九七年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差不多 九九九年这样子 因为九七年的这个什么 回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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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啊 这个中国的事情呢 是值得我们去啊 呃 好好的去关注的 毕竟 但是一个后悔学 呃 对吧 非常这个牢靠的一个地方 对对 天马行空冲击时事 每天早上八点一定收听榴莲台 我是基督青会长方家雄 好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又回到了天马行空的现场 哈 我们看这个国内的情况 那安华呢 呃 他的这个家属们哈 他的呃 妻子 汪阿吉萨 还有孩子们啊 昨天呢 就去呃 前两天吧 应该是不是 昨天 十四呃 呃 十四天的之后啊 他就到了皇宫 就提成了一个这个申请 要求就元首呢 给予这个呃 宽勉 呃 但是呢 这个内政部长呢 就内政部的这个副部长呢 就说了 这个基于呃 这个仍然还没有善失国会员的资格 目前呢 身在狱中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呃 如果要出席今年三月召开也就是在十 呃 九号 三月九号开始了啊 这个国国会下院会议的话 就必须提成呃 另外一份申请 呃 如果有提成这份申请 我们就会考虑的 呃 随着这个安华的家人呢 呃 昨天呃 他们已经呈上去了之后呢 呃 这个呃 联邦宪法所规定的这个呃 悬空呢 还不存在 呃 所以的特赦的这个情况呢 还也没有一个 也没有一个结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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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就开始有人就是说反对的 也有 是要拖一段时间啊 啊 他拖大概有啊两个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 对吧 但在这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呢 安华呢 是可以去到国会去开会的 啊 那你其实话也讲回来 安华去国会开不开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你让安华去国会开会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马来西亚整个都是按照司法体制来进行 哦 对 视野团 你要做事做前套 呃 对 你看非常有意思的 你说啊 啊 马来西亚司法不公了啊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什么都不对啊 但是你又要福音这一套 你你在这个第十四天之前 你赶紧赶去了 就把这个这个申请书 对对 特色特色特色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还是承认这个系统 你还是承认这个宪法 对对对 你还是承认这个阿公 这个我觉得没冲突啊 这个我觉得没冲突 对吧 但你又说他不公 不公是那个 大部分人是认为那个裁决不公吗 啊 你说裁决不公 但你并没有裁决根据什么 裁决是根据证据吗 对对对 对不对 你你为什么不吵证据呢 对不对 不只证据啊 在这个事件上 他们也觉得有吊诡的地方吗 就是我们不管是侧面了解 还是直接看的话 都会觉得还有吊诡的地方吗 不不 你你你吊诡的地方在哪里 你并没有说吊诡的地方 我们听到的声音只有这一点 第一 这是一个正式一模 对对对对 第二 就是说 你为什么盼安华不盼赛夫 对对不对 其实这东西 你为什么盼安华不害赛夫 是可以吵的吗 对 可以辩论的吗 可以辩论的 对吧 就没有 没有这个辩论 他也不要变 不要这么辩论 所以呢 就是你你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给人一个感觉就是 呃 你又在讲的这个 呃 司法不公 或者国 国阵这个霸权 或者等等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你你 你还是 是福音这个体制 意识和诉求都要明确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有时聚会 那个诉求跟意识都不明确 不明确 大家是谁的 我到底只是要放人呢 还是我要抗议这个司法不公 嗯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要有一个更大的公司 安华的支持者 还有那个明年的支持者 要有一个更大的公司 是 对 我司法不公 哪里不公 我就是好像你加码 刚才你说的就是要辩论嘛 对啊 对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计谋 或者这不是什么大事情 或者你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个罪 但但问题是问题是这个你看到吗 那个呃 监控官 在案件之后 他搞了一系列的这个呃 呃 论坛 嗯 他到处去讲 说这个呃 夏菲尔也讲 对不对 真的很好笑 案件里面 案件里面这个是安华是什么动案 什么动案 这个时候是一个机会让你去辩论嘛 你应该你应该跟他讲 那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在啊 我不在现场 我有不在现场的这个证据 人家人家说啊 你有在现场的证据 我说我 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就拿出来比嘛 拿出来比较嘛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很很技术上的这个呃 法律上的这个问题 要占问题 对 所以这个呃 明年呢 呃 我们昨天刚刚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呃307咱们啊 街头见 对吧 呃 今天就一张照片 我就看到就是呃 明年的青年团的这些 领袖们啊 包括 阿尼 包括这个张国祥 还有这个呃 伊斯兰党的青年 这个财政啊 都都出来就举一下这牌子 呃 就是回应 就是 Kita 拉万的这么一个组织啊 呃 临时的组织 要在307 举行一场 这个集会 那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呼吁大家出来 呃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网络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是 那那个反应啊 嗯 还是非常的冷 哦 你觉得还不够激烈 没有 不是不够激烈 就就是风平浪静 就是没有没有一个留言说啊 但我我准备好了 我要去 或者说我也要去 或者咱们咱们结伴一起去 都没有 连连连过去那个就是给自己的这个 呃 profile photo 就换一个 黑色的 呃 也没有也没有人换 换黑也好 换黄也好 换橙也好 都没有人换 对 所以大家有一点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沮丧的 尤其是明年的支持者 有时觉得 哎 就是是不是领袖已经过去了 总有人会有这种难过的心情 我觉得一定有 我还是觉得另外一点 就是呃 你始终还没有一个方向 对 不止方向 我觉得 对于明年来讲 他的策略总是让人觉得 不够 他的幕僚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嘛 有总有一些影子团队啊 有一些后黑嘛 对吧 有一些策略 总是没让人觉得 哎 有非常的鲜明的策略 还有一个呃 有效的 我是这样觉得 好 咱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是呃 因为ISL的状况啊 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恐怖分子 呃 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他有一个形象 就是呃 蒙着头露个眼睛 穿上黑衣服 对吧 呃 好 好两 好几个星期之前呢 有一个 有一个短片啊 就是呃 声称是要 炸掉这个法庭的 对 但昨天呢 又出来一个短片呢 是说呃 要呃 这个 他他弄了一个玩具车啊 呃 还做些布鸭手势 说 不要 要干掉这个总警长 对 所以这总警长就出来说话了 他说这个 呃 我不怕 呃 这个他 这个 这个短片是上了这个YouTube上去的啊 嗯 所以呢 这个呃 呃 自称是这个呃 反民主的这个组织啊 他说令我感到这个担忧的是在这社会上呢 呃 有一小撮的人呢 并不遵守呃 我国的这个民主制度经常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以寻求这个改变 这总警长说的这样子的话 呃 呃 但是呢 这两件事情呢 呃 很多人就在揣测 揣测 揣测什么呢 一定要的啊 揣测 揣测 不揣测这个问题啊 做这个短片的人呢 是些什么人呢 嗯 啊 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呃 一个小时的这个课题讨论里面啊 咱们也会讲一讲为什么呃 有人做一些这样子的片子 然后做这些片子来的揣测 到底是谁来做的 叫你说 啊 谁会干这种事呢 哎呦 如果你要我揣测的话 这样 嗯 我总是 我觉得我是个华语论者 就是你这这这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自导自演啊 我第一个想 是不是自导自演啊 找几个人来拍个片 然后又啊 自己来称英雄一下 会不会啊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 啊 就算不是的话 哎 真的有比较极端的分子觉得说 哎呀 马来西啊 这个就是有影响 呃 我们甚至可能是跟土族的权利啊 或者跟伊斯穆斯林的权利有关的啦 是 来 虽然我跟那个 呃 ISIL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也来弄个片子来 对 宣扬一下自己的那个主权 就是 借ISIL的那个 来做一下戏 我觉得都有可能 都有这个可能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这个没调查 在这种 总经长出了说 我不怕之外 啊 这真的是调查的 就我像应该就 呃 比较不了了之 他说查是否与大马 ISIL 96有关 嗯 我在想 哎 这不就是ISIL吗 如果你要查 你要查啥的 人家 人家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呃 他的娱乐效果 其实我带有一点娱乐效果 带一些娱乐效果 好 我们再看这个 呃 在加安丹的这场选举啊 昨天呢 巫统的最高理事会啊 就也开了一个会 就做一个宣布 说巫统基于三大的理由啊 决定不上阵 参加这即将来临的 呃 曾巴卡州的议席的这个补选 呃 至于这个巴东普 国会议席的补选呢 则呃 留待这个选举委员会 公布了空位 悬空之后的在做这个讨论 呃 你你所知道的啊 你是战安丹人 对 在这个曾巴卡这个州议席 呃 上一次赢的情况 是绝对的多数呢 还是有所竞争的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至少 我不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刚好又过了一个大水灾 对不对 这个大水灾 其实有一些民怨 但是有些人觉得 这是上天的旨意 没什么关系 那如果这个大水灾 没有影响的话 我觉得其实真的 武统是可以不太需要上阵的了 对 对对对 你半个人上去给人家羞辱 有什么意思 你不上阵还可以让行 那我们来看看 巫统这个三个不上阵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是这个巫统最高理事会决定 是水灾后 重整及福利工作仍在进行 我们必须以这个为优先 这是第一个理由 这就是最狗屁的理由 狗屁的理由 对 OK 看第二个理由 纵使我们在政治上 保持不同的立场 我们必须尊重穆斯林之间的团结 这更狗屁 这个狗屁到极点 这狗屁到极点了 对对 第三个 我们在这个五级牛乳补选 就有一个先例 国阵并非逢补必选 定上阵 而必须来端视当时的这个状况 这是狗屁中的狗屁 对 我们帮他说 明知道输了 上去可能修辱干嘛 就是不想被人羞辱一下 对对 因为你这样子很影响士气的 你上去看到 哎呦 人家可能放条 阿猫上去 也赢了 还大胜 这个不就给人家羞辱 给人家羞辱了 这巫头 向来就是羞辱别人的 没想到自己 在这个鸡蛋蛋的地盘 还是比较精深一点 我是Sibarasa 苏邦 郭亦 Yuan You are listening to durianfm.com A great radio station 流言三头 自由高照 我们回到这个天马行空的演播室里面 今天早上有我家嘛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阿兴 大家好 我是阿兴 好 这个 今天咱们要回到这个课题上来 我们有一个 这个 困扰我们很久的 困扰你很久的 不只是我 我相信大家 我也困扰 困扰很久 就是说 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离不开 说一个种族课题吧 对不对 这个课题离不开 但是 为什么会离不开呢 这说明 这种族课题呢 是它有基础的 对 它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基础的 就是它 一些政党啊 一些的政治人物啊 都爱去操弄这个种族 你觉得是操弄吗 是操弄 我觉得有时候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 而那个政治人物 只是在买这个市场 他们互相再找一个市场 来挑选这个市场 这就是操弄 对 可是它本来 对 它本来就有 有了才能操弄 对 所谓操弄呢 就是它去主动的去 去运用这个 这个市场 现有的这种 这种 怎么讲 这种势能啊 对对对 这个种族课题 这种势能 去来玩 玩一些东西 对对 从从这一点来看啊 咱们非常公平的说 非常公平的说 OK 巫统是一个其中 最喜欢玩 这个种族课题的 对对吧 对 第二就是 马华 对 马华也是非常喜欢 那你说这个国阵 就是蛮喜欢玩 不这么说 我不这么说 对好 国阵也有不太玩 种族课题的政党 我举个例子 民政党 不玩种族课题 对对吧 它脱离不了 但是它脱离不了 这是确实 这是事实 但是行动党 也是一个玩种族课题的政党 对 它口号好像跨越种族 它事实上 它也是玩种族课题的政党 这我不怕说了行动党 没关系 因为行动党 我说它 它自己知道 加码说的东西呢 也没错 只不过呢 我们用了一个就是 掩饰的东西 就是说 我不说我是玩种族课题 玩种族课题都是别人 都不是自己 对吧 这不要紧 没关系 你不承认也好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告诉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当然你包括这个 印度的国大党 印度的国大党呢 它也强调这个种族的意识 当然脱离不了 但是它没有太大的玩的本钱 这是肯定的 对 就好像 如果你是对真的少数原住民的这些权利的话 你叫做社运分子 对 社会关怀工作者 对 你不能算是政治人物 对 因为那个市场太小了 对 对 对 可是动马这些 它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政治的一些 是的 对 所以说来说去 咱们的事情很多 这举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吧 前一两个星期吧 就有个网上就有个图片 出了一个图片 这图片呢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女生 笑容可居的 就举着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 就说 I'm a Muslim And say no to I'm Bao 就这么一个牌子 带一个读动的一个女生 笑着 挺可爱 好像是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然后呢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 这个东方日报呢 就把这个图片呢 就刊登出来了 在网上也刊登出来了 我就看那个网上的留言 哗啦 好几百去 你是看什么语言的 英文呢 就是中文的 中文的 就是中文的 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 也看了英文的是吧 对对 那有什么反应 分享一下 因为刚好英文的之前嘛 就是刚好又有另外一个 I am Muslim 所以呢 什么 Christmas之类的嘛 还有都就那个情人节嘛 对对 对英文 这个这个 如果你安曝 可能还没那么刺激到那个英文社群的话 你那个 针对Christmas跟那个情人节 你就真的是刺激到 那延伸下来安曝的话 那肯定就是 不会有什么好评语的了 对不对 大家可能就是很酸的说 不红包好啊 不要红包挺好啊 不要给最好 不然就是说 怎么能这样呢 将来又say notes 什么 我就不知道怎么弯子了 我就说这个 如果你说 他给人的感觉啊 说say note to 安曝啊 他认为 那安曝呢 是华人的东西 红包嘛 那个 他说你马来人 你现在也有情报嘛 对吧 所以你干嘛 说这样子话 你这种话 是穆斯林针对 是华人的 你专门针对 所以 另外一个揣测 就是说 OK 我们知道 这个 开始不知道 以为 以为真的是 这么一个 这个小可爱的 小可爱的女生 就举出来的 结果呢 就有人把他给找到了 就把他弄出来了 他之前呢 是在某一个 一个说明会上面 就是推销某个产品 或者是什么 他举了一个牌子 然后他把他这个 这个牌子上面的字 这我可以相信 就给改掉了 改成了这个字 就问题来说 谁做这种事情呢 谁要 要PS他之后 我觉得 这我都说了 所有是我的华语阴谋 所以这 这是我也怀疑有阴谋 当然 我不否认 他肯定是个阴谋 对 因为我觉得 第一 第一 这个我们先讲 这个可爱的马来 马来女生 一般上马来女生 年轻一辈的 都比较开明 都比较开放 多思想也比较多元化一点 相对男生 我真的是发现这样 那你要他自己放这个呢 我觉得第一 我们就排除这个可能性 排除这个可能性了 你说他 不过情人节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 因为有信仰的关系 那昂暴这个东西 既不触及信仰 他只是针对一个 三风点火 但我觉得 这个阴谋 到底谁要去删 这样的阴谋呢 我们一般上 你这个东西 归为最大 受益者 就是他最有 他的嫌疑成分最高 对 那你觉得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呢 在这个 做这样的一件事当中 哪一个 哪一个社群族群 或者哪一个个人 会是最大的获利者 我是这么想 如果你要从族群来看的话 没有族群是获利者 对 对吧 那我们就找不到嫌疑犯了 对 你说哪个族群 那我说是没有族群是获利者 都是受害者 那你觉得呢 对 我觉得 这一件事的话 可以让族群更分化 那谁想让族群更分化呢 他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我们就说 有好几个人都想让族群分化 好几个政党 比如说 阿弥奥想让族群分化 这个马华想让族群分化 行动党也想让族群分化 他们都想让族群分化 我倒觉得行动党这几年的策略 可能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要分化 那有些人就不敢碰这个课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一些 所谓的网民啊 比如乡民的一些 想让族群分化的一些乡民 他可能不一定是华人或马来人 但他至少代表着一群人 希望这一个分化是加强的 他可能是马来人自己 也可能是华人想要刺激华人自己 让这个族群分化一点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找最重的获利者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说他做这个东西 就很快就能够惹人生气的话 为什么那么简单就惹人生气 我为什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当一个美国人看到这个东西 他会生气吗 当一个印尼人看到这个东西 他会生气吗 他也未必会生气 没感觉 对吧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就那么有感觉呢 这个这个我看过的话 这个的say no to anbao 不管是马来人还是华人 好像市场没有那么大 都不太讨好 但是叫骂倒有了 所以我这个 我跟上次的那个say no to christmas 比较不一样 say no to christmas 这些或者是valentine 就马来人就比较觉得 这是我信仰的事情 就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好 你们就过你们的 这个anbao就比较少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他跟信仰成不上关系 所以我觉得 不过他扯上关系了 他首先一点呢 你说上半步跟下半步呢 其实上半步就是跟信仰扯上关系 对吧 他穆斯林 对对对 我不过嘛 就跟这个 基督教或者是其他 你比如说 我是穆斯林 我不过圣诞节 这两个都是有宗教的 对对对对 但这个anbao 就是我 我是穆斯林 这个跟宗教有关系 我不拿anbao 这个跟宗教就没有关系 对对 这跟宗教没有关系 对 但也很难说 从另外一些人的角度讲 那可能他也有关系 比如说 这个anbao 他代表了华人 那华人呢 就不是穆斯林 他认为华人就不是穆斯林 对对对 对吧 其实华人也有很多穆斯林 也有 对吧 有 但华人穆斯林 他也拿红包 也拿 也给 但为什么穆斯林要说 say no to anbao呢 对 所以他就不存在嘛 所以他这个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种族 还是种族 对 对吧 他最后目的的 还是说这个马来人 所以现在呢 很多这个传媒啊 就很多 很多的这个网上的人 也是用这种方式 他就说 我把这个穆斯林 把这伊斯兰 跟这个马来人的绑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非伊斯兰的宗教 跟非马来人绑在一起 然后这个矛盾呢 是水深火热 永远不能够解决 这个只有 穆斯林自己 要看他的那一个 比较自由派的 还是哪一个 比较保守派的 去角力了 我看这个 其他人很难去摄入这个 因为对宗教的话 我们只能要求比较世俗的 平等这样的东西 但是在伊斯兰教里面 自己就 就各宗教 要有自己要take care 要照顾 要关注的东西了嘛 会更加开明 还是更加的 更加的自由 还是更加的保守 其实话讲回来 我现在不难了解 为什么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党 喜欢用宗教的 族群的课题 来做一些政治上面的 这些文章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问题是 这个基础在哪里 这基础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你一谈到这个事情 就会有那么强烈的 强烈的感觉 不是你一谈到这个 这事情在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不能谈 不能谈有时候就是 不是不能谈 是可以谈 谈得很敏感 是每天都有人在谈 每天都有报纸在谈 每天有人在网上谈 但是呢 就是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很难 为什么没有共识 为什么不能有共识 这个很难 就比如我们直接讨论 你讲到比如土足地位的问题 特权的问题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很 在公开场合 就是看起来有点禁忌的 有点 不管是政治人物不敢触碰 那就算是华人有意见的 也不敢触碰 马来人开明派的 也不会去触碰 但是觉得这个应该有保留的 也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既然大家都 变成一种经济话题的时候 他就越近人家越有感觉 但是又不能讨论 我觉得这个就划不开了 这像你说 为什么 OK 照你的观点 这个特权 特权土足特权 是一个课题 对 其实 我觉得 这个 好像 好像 不存在什么课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面镜子 那如果是我 我弄个画面的话 有一个人当他一致 我不断地喊 我自己是土足 我是我的权利 我的权利的话 对立面的人就会 他一定是被隔开 就像是有一个华人 他讲 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华人 华人应该帮华人 华人应该帮华人 对立面的人就应该是 他就有一套对白的 因为你不在华人的当中 那你就要想一套了 马来人应该帮马来人 马来人应该帮马来人 土足应该保留土足权利 土足 这样子是一个对立面的 当彼此之间 越高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而不去讨论 真正应该突破的 那个墙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高墙 就一定也竹也搞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是这么看 这很多很多东西 它都有一些历史的厌缘 对一些历史的厌缘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有些东西呢 是小题大做了 怎么讲小题大做呢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 这个土足特权 那土足到底有什么特权呢 这就是说这有什么特权呢 这就是很很很 很吊鼓很可笑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对一些地区 你不是说他是一个土著 你走过去去问他 哎 哎 巴基 你有什么特权吗 我买房子有便宜一点 他可能他也感受不出 他买房子有便宜一点 你看既然单人去买 买了什么房子 他便宜了 这大水栽 你去问问他 他的土足特权在哪里 对吧 所以你看你为什么那么 这个华人社会 为什么那么执着 那个土著特权非常的不满 有什么好不满的呢 对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你就有所不知 其实有时候在经济 所以我讲 当他被提起的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 他提起的时候 他对那边一定要有一个对白 来回应他 对不对 你看现在我们不断的 在这几年就讲加强土著特权 这些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其实很多 很多很多中华人 你感受不到 我的特权在哪里 你这些都是在媒体和政党在炒作 对 在炒作要加强土著 你讲了一个 整个网路的网民就是 就在炒作 风向 对吧 对 你在这炒作 炒作的过程里面 你就把它给分开了 对 两个群体给分开了 对对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媒体有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推动力去炒作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那个思想 有没有开化的关系 所以在华人界的里面 常常听我听到一句 就是华人应该帮华人 在土著里面 就是我们应该加强土著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对立面而已 你就算你看 马亚人他们真正 或许有一些人 他们没有 没有真正得到什么特权 他没有 他反正他的祖先 祖传下来的地 他就用着这一块地 华人不能买 其实华人也有他自己 对我们早期都接受这样的观念 他没什么特权 可是他要选边站 一边在喊华人 要搬华人的时候 我不在你的圈子里面 那我一定在另外一个圈子里面 另外一个圈子就是 我看很多华人 他两个圈子都在 很多华人 很多华人都跟马来人在做生意 一定有 跟马来人搞争执 对吧 那你说他是哪个圈子里的人 这些就是可能他就觉得 我就是我有我的生存方式 对啊 所以你看 他们就不跟你一天到晚 跟你吵这些事情 但是那些人就一天到晚吵 他从来就不跟马来人接触 但他很生气 对不对 这个是说 你说你每天都跟马来人接触 马来人欺负你了 你很生气 那也差不多 有些我们有打架了 年轻七盛的时候有打架 然后看到你华人不爽 在学校里面 我朋友从整个在学校 就是跟马来人打架 打到毕业 大家其实长大过后也没啥 也没啥 对吧 这就是 你就是需要去接触 你就是需要去打架 你就是需要去吵架 可是 你就是需要去 他们为什么会打架 他们为什么会打架呢 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在了 就算 我有时跟在吉兰达 所以是马来人 他开始很 你会觉得说 我有时说 马来人其实是很有 他啥东西都可以拿来开玩笑 你脚短脚长 你的房市 什么东西都可以开玩笑 那挺好 可是有些人听到 这啥东西 你说啥 打架 对 可能跟针对一个马来姑娘 也可以打架 针对一个华人姑娘 因为马来人有些 你比较皮一点 有些人想想 看到一个华人女生 穿的比较辣一点 就会去调戏一下 谁让你穿那么辣的 没有 可是他们马来人也调戏 马来姑娘他们也调戏的 对啊 他们就是喜欢调戏 他就喜欢调戏 穿的辣的 没有 他就喜欢调戏女性 管你穿的辣 这么辣 可是针对华人的时候 看到调戏华人女生 这个是找架打了 但是你调戏马来女生 就没关系 那为什么 这种意识形态 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意识形态 是已经形成的 当然你华人 也不是接触不接触的问题 你华人也有调戏 马来女生的时候 也有 在我家下 吉隆坡 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定家图东海岸一带 我有一些朋友 每天蹲在马路 不管华人马来的 印度人都调戏的 蹲在路边就可以半天 抽根烟就可以 就可以调戏一下女生 其实 我们讲辽货辽货 也是些娱乐 这几年 东海岸其实比较少了 抓得烟 摩托不能一起骑 所以你看 其实很多的场合下 本来是没有什么事的 就是这很正常 你男欢女爱的事情 对吧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咱们做工 在公司里面 PJ这一带 有多少个公司 都是什么员工都请的 马来人 印度人 什么人都请的 那你说这公司里面 有没有制定什么条规 是有种族倾向的呢 我觉得基层上 可能有时候 有像你说的 到底影响不影响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觉得不影响 但是有时候 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不爽 比如一些 尤其是像我家里 以前是在做 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 那这些的话 你就会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看到 政府为了扶持 很多的本土的土族企业 他会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想到我们 这当中就出现了各种官僚的弊病 这些东西全部都归给土族特权 其实我觉得这是官僚 我爸也常说 这是行政偏差 他这些本来要服务 到最后都变成官僚了 其实这些就看得出 种族的 很明确的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就看到很明确的 种族的一些不公平在里面 偏袒 就比如你做 他们有一些 那些承包商公司 大型建筑公司 要你标案的时候 你要百分百土族 你看到有多少华制 都不行 这有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你政府发了一些 这也正常 你到印尼去看看 对啊 如果我们要接受 这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没什么 要讨论的 对 本来就正常 那当然是正常了 对吧 你说一个国家 他制定的政策 他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要土著了 你整个经历 是要扶持 要对土著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东西一直以来 所以我们到讲 讲到最后 就变成偏差当中 但变成是不成效 不成效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 在这种业界的都知道 到最后 报纸账也常在卖 就变成一种阿里巴巴文化 就再发包出去 到最后你 都没在扶持 这过程当中 耗了许多人民的财富 跟财产在里面 一个工程 本来是5亿 可以搞定的 花了18亿 还没搞定 那钱去哪里 这变成官僚了 怎么会不钱呢 因为可能 这个他要选A公司 他又跟捧党有关系 又跟种族有关系 把这些东西 全部纠结在一起 其实是一样的 对 这还不耗成本 其实是一样的 并不是因为土著 要土著公司 他就有这个问题 你是完全没有土著公司 他照样有捧党公司 他还是一样 他可能还不是这个 18个%就能搞定的 他可能要30几个% 才能搞定 这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变官僚 到最后 他不是个最关键的 一个问题 种族只是一个 他们好操盘的东西 我就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 你在种族当中 他们还要去跳的 你是不是捧党 我觉得 捧党 就是 其实是不分种族的 对吧 这个我可以 这个我可以同意 捧党是不分种族的 尤其是男人 你说 你说这个 马来西亚最富的 这几个华人 不是捧党吗 是的 就是捧党 全部都要打 对吧 就是捧党 对吧 但是你换了之后 你换一个政府 你换一个明年 上台的话 明年就没有捧党了吗 可是我们有一个 没有捧党 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可是有一种叫做 我们至少期望的是 你至少在工程界 他们希望公平竞标 在马来西亚 有时候你去问 这些官僚体 这是很离谱的 没有一个国家 是公平竞标的 做的透明化一点行吧 对 透明化一点可以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是透明竞标 这个公平竞标 那标案可以夸张到 很离谱的 对 但问题是 问题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你竞标的人 你需要有资格吧 对不对 那资格怎么来呢 资格你至少要符合 你资格怎么来呢 你从马来西亚独立 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 那个做建筑公司的 都是华人公司 对吧 好 那你个土著公司 资格从哪来呢 你每次竞标 你都进不到 你从哪来呢 那总有一个标是 我不管你 你土著我给你的 你才有一次机会吧 对吧 所以到底这些 这样的权利 有没有被滥用 对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如果你说 我们比如说 不是这个问题 影响的 我们国家的 我们国家的 种族课题 并不是一个工程 你知道工程只是 政治人物拿来说事的 就是被你 阿信这样的人 也跟着政治人物 一起拿来说事了 对 其实工程的东西 是我们整个社会 是很少极少数的人 去跟这个工程 有点关系的 我们日常的 就是像我家家族 有做这些生意 做点家族生意 做点什么 很多马人 都是做家生意 你说你碰到过 什么工程吗 这政府工程 跟你有关系吗 就没关系 但是你在这 大谈政府工程 干嘛呢 就是是被政治人物 被媒体洗了脑了 我们才去大谈 这个政府工程 其实我是看 谈谈日常的 你是生活理员 所以我是常日常的 其实我看到 我是有感触的 尤其我到处走回来 我看到的感触 最大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家那条路 前面总是该不好的 总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你是想到 一就是官僚 一就是这个承包商有问题 因为一条桥 可能它是可以 不断的被拆分 转让在转卖 当中当中 失败在失败的 这个其实是一种 民生问题 对 所以这才是我心痛 那缴税的人 这国家的资源 本来应该让这个 我隔壁家的阿丽也好 他应该可以 大巴士上班的 他怎么现在 他怎么现在 他连 要骑机车上班 而且还会车祸死掉 你不觉得 这就是民生问题 对 咱们这个 进一首歌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另外一位 这个嘉宾 也会到我们 这个节目现场 我们下纸了 我们下纸了 好